醫院走廊上煙霧弥漫 醫護人員拉著衣服領口掩蓋口鼻 還是忍不住咳嗽 以軍在當地時間15日清晨 出動戰車與推土機 攻入西法醫院西側 並且還在地下室開槍進行爆破 並要求哈瑪斯投降 這些仍然堅守崗位的西法醫院醫護人員 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 仍不顧生命危險 竭盡所能救護病人 世衛組織也對他們表達敬佩 許多病患危機的患者 即需要適當治療 但是要從遭到包圍的醫院 移送院內病患到其他安全的地方 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所有人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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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嚴重的情況下 他們的生命都在嚴重 所以我們在世界上 要找個方法 尽管是魏大利呼籲乙军停止攻擊醫院 留給傷者和難民一個避難的處所 但是以色列方面仍然持續提出證據 控訴哈馬斯就是藏匿在加薩內的醫院 美國白宮也在14時首都證實 哈馬斯確實利用醫院秘密進行軍事行動 也用來藏匿人質 更指出哈馬斯在西法醫院內 設置軍火庫 有了美國的說法背書 以色列方面也就能不顧國際譴責 堅持圍攻醫院 尤其是哈馬斯領導階層 像是首腦之一辛瓦等人 極有可能人躲藏在四通八達的地下碉堡 以軍當然就會更加收緊 對加薩核心地點的包圍網 歡迎新聞 張宛俊綜合報導 世界局勢變化莫測 你我都身在其人 國際間合縱連橫 外交 政治 經濟 軍事 科技 無所不爭 無所不戰 環球大戰線全方位觀點 與您一起剖析戰略 走進環球競爭最前線